所以你知道嗎 我為了拍這檔戲 我把我兩個小孩送去住校 鏡頭到這邊要那個 晃動跟打字幕 住校 為了這部戲犧牲 把兩個兒子送去住校 OK 育方為戲送兩子住校 離家三個月老公慌了 大家都叫我少奶奶 少奶奶 育方當了斐力珠寶秀奶奶14年 七年沒拍戲 這回終於寵出江湖 那我覺得我當太太當媽媽 已經當了14年了 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 還有跟我的小孩講說 媽媽也有自己的夢想 是不是 再晚我怕年輕一代都不認得我 但我們這一次是明初的戲 因為他跟我以前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所以他只是一個比較接近 反派一點的角色 那要去排隊的時候就好嗎 三個月吧 那妳有離開過的時候就不差 沒有沒有 結婚以後都沒有 我老公有一點 剉在蛋 他到昨天都還跟我講說 你去把戲推掉好嗎 他說我想到你不在家的日子 我就覺得很恐慌 他說我給你一個好機會 小孩子現在只會黏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表現喔 就一定要說一下我昨天的事情 我覺得很感動 我昨天我老公打電話給我 他馬上就說 妳怎麼了 為什麼妳的聲音這麼低潮 我說沒什麼沒什麼 我掛掉之後 他就來我朋友家接我了 他說我很擔心妳耶 妳剛剛聲音很低潮 妳趕快跟我說說看 妳內心有什麼話 妳可以跟我講 我真的覺得很不好意思 但我說的是真的 很多媽媽都不相信 結婚十四年 對 對 都很害羞 婚姻這件事情不就是 因為愛她 所以每天都想愛她嗎 OK 今天放閃就到這裡 孩子也是要顧鬥啊 畢竟玉芳為了拍戲 把兩個兒子都送去住校了 我真的這樣跟我兒子講 因為疫情緊張 我們要為將來著想 媽媽多出去賺一點零用錢回來 你知道你們學費有多貴嗎 他就 真的嗎 對 妳們要節省一點 燈不要全部開好嗎 那他們怎麼用錢 那種嗎 嗯 一個星期是兩百塊 對 但我們會用各種藉口把它扣回來 燈沒關 喔 是扣 聯絡部沒簽 扣五十 扣一百 對 我現在就沒了 扣四十都沒 但我現在有特別交代 就是去學校不能說我是誰 為什麼 誰 我怕我的小孩子 會有那種視從而照 或是炫耀 學校問他說 你爸爸是做什麼的 他們就想一想說 上班子 那你媽媽呢 他就說 我媽媽她就抹個人 兒子願意自己笑嗎 他們一開始有點反彈 但去了之後就很開心 明明就是宿舍裡面 一個喜歡的女生 娛樂動新聞吃次抹肉母報導 早